进口榴莲价格陷入崩盘传闻 要被国产榴莲取代 纯属想多了 榴莲这个水果 历年来在我国都是价格高高居上的奢侈水果 但它的风味有人喜有人艳 是非曲折难以论说 不过 今年从四月中旬开始 进口榴莲要大降价的传闻就此起彼伏 今日 很多媒体又在报道榴莲价格腰斩 至于原因 也是众说纷纭 有人说是因为国产榴莲大量成功结果上市 导致进口榴莲不香了 有人直言 进口榴莲就是下一个阳光玫瑰葡萄 是下一个黑布林里子 它的命运必然要烂打街 然而 这些说法真的符合实际情况吗 只能说有些事情是大家纯属想多了 国产榴莲小河财路尖尖角 网上所传闻的国产榴莲大量上市 基本上都是假消息 目前 在我国有种植榴莲的地区主要是海南 广东 广西等省份中的少部分地区 海南的榴莲种植历史相对悠久一些 但海南榴莲的挂果问题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海南农民早期 种植榴莲挂果率非常低而且个头小 果肉少 难以有较高的商品价值 今年传出的好消息是 海南有1400亩榴莲能挂果上市 亩产能达3500斤 按这个数据往高了算 这1400亩榴莲的产量也仅仅才2450吨 而我国从泰国进口的榴莲数量就已经达到了60万吨 一个是2450吨 一个是60万吨 差距实在太大 所以 今年热炒的这个海南榴莲大量上市这个消息 很难对进口榴莲的价格形成实际影响 主要是量太少了 而像广西 广东等地区的榴莲产量就更少了 目前还都处于实践阶段 上市销售都是个难事 就不用提去跟泰国榴莲竞争了 从眼下的情况来看 国产榴莲仅仅是小和财路尖尖角 而市场上早已有泰国榴莲 越南榴莲 马来西亚榴莲立上头了 国产榴莲取代进口榴莲 未来可能有可能 但今年这完全是捕风捉影的事 博眼球而已 进口榴莲价格腰斩了吗 当下的榴莲价格的确已经较至往年比较低了 目前 不少地区零售端的榴莲价格已经在20元美金上下 这个价格要是跟4月份榴莲刚刚上市时候的价格相比 的确是腰斩了 但如果要跟往年榴莲的价格来比较 有较大的降幅 只是远远称不上腰斩 何况目前在一些一线城市里 优质榴莲的零售价格依然都还在30元美金左右 5月到8月是泰国榴莲大量上市的日子 随着榴莲上市数量越来越多 榴莲的价格肯定会逐渐下降 大多数水果都是这个逻辑 比如眼下的国产大樱桃 目前大多数是冷棚栽培的大樱桃 所以价格相对来说非常高 要40到50元美金 但随着时间往后推移 等5月中旬以后 露天大樱桃下来 那么这个价格自然而来会降下去 零售价格估计会降到15到25元美金 这些都是水果行情中常见的情况 所以说 把5到6月份的榴莲价格拿来 跟4月份的榴莲价格来比较 意义真的不是很大 今年的榴莲价格便宜是便宜了 可惜并没有像阳光玫瑰葡萄 黑布里那样的价格崩盘 它依然还是奢侈水果 价格依然高高在上 远远没有掉价到大众水果行列之中 榴莲价格下跌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如果榴莲价格下降 与国产榴莲关系不大的话 那么榴莲价格下跌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 首先是今年榴莲进口不同于往年 几乎没有了以前的防疫运输限制 大量的泰国榴莲可以非常顺畅地进入我国 第二 今年进口的榴莲更多了 仅仅是泰国 今年就计划要向我国出口70万吨榴莲 比往年要多个10万吨左右 而今年我国又从越南进口了一定份额的榴莲 整个市场上榴莲的供应量是大幅度增加的 第三 榴莲在原产地的价格在下降 由于我国对榴莲的大量需求 无论是泰国还是越南 很多地区都在大量地扩种榴莲 一些曾经的波罗蜜种植户 也砍掉了波罗蜜树种上了榴莲 这就导致了榴莲当下的种植面积是在急剧扩张 面积产量上涨的同时 价格自然会逐渐下降 今年泰国 越南等原产地榴莲的价格 到之前已经有了较大程度的下降 这些因素或许是导致榴莲价格下降的真实原因 至于国产榴莲腰出的时候 获得了向中国出口榴莲价格下降的纯属是想多了 眼下的国产榴莲 还得发展一段时间才能有市场竞争力